叫人生 大家好,夏夜 今天我们又继续到山林的检骤 昨天晚上笑了雨滴的雨 现在你还在下着 今天嘛,我们主要还是一直干花巡回住 昨天老叔来了一下 但是社会猫是这么理想 感觉老叔和我两个人一起来 还没有平时紧张多的 今天嘛老叔已经没来了 他家里面那个能活我们还没干嘛 等于过节他就能活干完了 我们再约他一起来 我们现在就从这个地方间镜上吧 大家祝我好运 走 出发 哇 兄弟们 开张了 开张了 才干镜上立马就发现了 今天的第一朵卷子 就是这么绑着的一笔干巴菌 好蛤蜊啊 下个鱼之后这个卷子特别的重 感觉这里估计有个一两左右了 好重 不错不错 开门好 过来旁边一点点 又看到了一朵 也是这个干巴菌 今天说天心的 光线不怎么好 比较鲜嫩的这个麻布菌 我们一剪上一点 这两天正是吃这个麻布菌的季节 好多 我们就把这个嫩的拿着 前面这里又发现值钱好货了 大家看一下能不能走得到 就在这个地方 两朵 红葱卷 红葱卷非常的香 在我们这边是比较受欢迎的野生菌之一的 非常嫩 又有发现又有发现 这个松茅下面白白的 也是这个干巴菌 可以拿的我们就给它拿住了 不能再养了 因为这个山里面找菌的人比较多 再养就不受我的了 相见的也还可以 山福菌 这个光八包上面 看到小饼山福菌 轻轻一碰就起来了 根比较浅 青头菌 感觉下过雨之后 这个青头菌已出入了 被虫子吃了一点点 这个光溜溜的地方 居然发现了一朵白葱卷 非常的嫩 这个白葱卷挺香的 在我们这边 红葱 白葱 虾门头 都是最受欢迎的野生菌 又有发现又有发现 大家还记不记得这是什么呢 这菌嘛 搭点紫色 脚青头一朵 又看到了这个山福菌了 捡着捡着 感觉今天这个菌怎么有点难捡 都捡了好长时间了 但没什么收获呢 还在继续教育啊 过来旁边点点 又看到一朵这个红桑桑 大家赶赶 胭脂菌 哎呀呀 终于又发现这个甘巴菌了 实在是它会隐藏了 在这个生毛下面 很难看得到啊 还不错 一大瓶的 朋友们也没注意到 前面这里生毛顶得高高的 青头卷动 它是一朵咕咕的 很嫩 现在就比较广泉 又发现好货了 就在这个生毛下面藏着 这个一看就是一朵红葱卷 红葱卷 还是一朵嫩的 黄黄的那里是一朵什么卷 我们过来看一下 看着有点像那个核桑卷吧 扒起来 哎 这个是那个划刀子 这个就我们这边不吃的 划刀子吃了拉刀子 所以都没有人样 大家还记不记得这个老屋子 前段时间我们才给它帮了干干净净 现在也长这么多出来了 我们给它养着 先站起不动它 看哪样多大 哇 大家有没有看到 那里居然长了一柄一个干八菌 我在想办法爬上去把它搞下来 一点点得玩个 我就从这个地方跑了过去 看着还有一点点危险呢 大家气负模仿 但是对我来说嘛 小意思 已经习惯了 这么大一柄 很不错 太干净了 这个运气还可以嘛 爬到山顶上面过来 又发现了干八菌 一柄的粘在地上面 这个柴啊 泥土啊 我们回家再慢慢的清理 我们赶紧抓紧时间找菌 再上里面就好 刚才那一柄在山顶那里扒的 才刚走过来几步路 又发现了一柄大货 也是这个大干八菌 直接好货 一柄更比一柄大 绑着绑着 又看到了这个青头菌了 看着还挺肥的 在松果下面掺着 哇 太绑着了这柄青头菌 菌干得这么粗 像这样的就比较管钱了 小勾勾 又看到了这个胭脂菌 治了一朵 看这个菌毛颜色特别的好 上面那里 这里还有 这个是要坏掉了 过来旁边一点点 又看到了一朵 感觉到有点坏掉了 又是又是 两朵栽菌 这个胭脂菌 它比较喜欢长的那个潮湿点的地方 这一朵更绑着嘛 最后颜色这么深 哇 发擦了发擦了 又看到了这个干巴菌 这个叶子下面盖着 这一瓶可以拿 那个小的我们继续 给它盐起 等下这里也还有 等下过两天 它就长大了 又是这个干巴菌 轻轻特别起来了 这个咬还可以了 又有发现又有发现 大家看着这是什么菌呢 这个一看嘛 就是一朵这种的铜绿菌 有些朋友们叫的棕菌 非常好吃这个菌业 现在我准备带领导家 下去这个山庆边 看一下 能不能找得到 下面这里嘛 也是我们的老屋子 哎呀呀 不错嘛 才干过来 立马就找到了一朵 干巴菌 上面还有一些水滴在上面 挺肥的 这个钩钩边 一看到的一朵这个 这个钩青头 两朵 哎呀 断着了 非常的嫩 旁点点点 又看到了 就这个草丛下面藏着 是这个干巴菌 哇 那里一样 可以拿到 那给它拿着 还不错 这个山庆边 又看到了这个铜绿菌了 还挺肥的 朋友们 又看到这个值钱好货了 三饼都在一起 这里一饼 那里一饼 上面这饼比较大 哎呀 像这样多来就实在了 非常的肥三饼都 非常的肥三饼 在这个地方就干了三大饼 实在实在 又看到一朵这个铜绿菌 铜绿菌这个菌嘛 带一点点这个绿子 在这个地方已经找了好几多这个铜绿菌了 希望能多找一点点 好几多这个铜绿菌 那个叶子 下面 又是一朵 红红的这里 又看到这个漂亮的山菌菌了 这颜色 好正宗 这样 这个树窝窝里面 又有发现了 这一朵 看着应该是奶浆菌 黄色的奶浆菌 上面这朵更棒重 它倒了哇这朵 蜂蜂 爆奶浆 这叫肥嫩的生毛卷 我们捡上一点 朋友们 现在我们又赶快快回家了 今天就食物了 这个鱼一直消高不停 从早上干来的时候 到现在 都还在稀里稀里的下着 虽然说下到不怎么到 但是全身以后都适合了 炒烧了炒烧了 还是一样的 先给大家看一下收获 今天这个收获也还是挺不错的 勉勉强强吧 反正也没有白了 卷子也是杂七杂八的 最棒找到这饼 干八菌 这饼干八菌非常的重 也挺广情的 还找一点青头菌 青头菌也找了 红葱 白葱 每天都是一样的 早七早八的 这两天上里面的菌子也比较少 反正我们到上里面捡菌 只要是可以要的 我们就把它捡着 不再挑三捡四了 这里的话估计只能卖个五六十块钱吧 也还勉勉强强吧 来总比不来好 铜绿菌 这个铜绿菌非常好吃的 煮火锅 清炒出来 味道都特别的好 但是这两天也还是比较少 这个菌怎么要在天冷的时候 它才会出的多的 像我们以前找到的都是一片一片的 就要找到一屋 旁边就附近都会有 现在我们就赶快回家牢吧 今天的视频就和朋友们分享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明天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